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售 原来周深也就只有一个渺小的愿望 对它来说是最珍贵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想要成名的想法 但却很少考虑过自己为何想要成名 为何想要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 有的人为梦想而奋斗 只是想要朝着自己的爱好走下去 当然也许也会想过更好的生活 让自己有更广阔的舞台 其实关于歌手周深的经历 我思考了更多 周深自中国好声音这个梦想的舞台 绽放了光彩 经历了许多波折 最终才真正的在娱乐圈当中站稳脚跟 很多人看到了他光鲜的一面 歌曲不断发布 综艺节目频繁出现 但实际上他不会累吗 周深曾经在节目中吐露过自己的心声 其实他在出名之前 并不是万众瞩目的 甚至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喜欢 他并不是很活泼 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他也是情绪激动了些 红了眼眶 其实他以前的生活 我们又怎能感同身受呢 他只是想要在节目当中 努力的让大家喜欢上自己 其实周深待人一直都是以内心的真诚出发的 就像他表达过自己喜欢节目当中的每个人一样 却害怕自己太过于喜欢 他的内心始终还是有些害怕失去这段开心的时光和友谊 同时他还收出了自己最渺小的愿望 他只是想要能够在舞台上面唱歌 把自己的声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听 其实这不就是一个歌手最基本的愿望吗 我们可以看出周深每在发布新歌之前都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他也很喜欢音乐 如今又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同 每当他发布新歌的时候看到生米的期待 他的内心就很满足了 什么是最珍贵的愿望呢 其实每个人对愿望的定义都不一样 愿望也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因为也许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愿望了 或许想要去改变方向了 但是最珍贵的愿望不就是只有一个吗 那就是内心一直都想要做到 哪怕改变了愿望 又无法忘怀的事 其实在舞台上的唱歌 对周深来说就是最珍贵的愿望 每个喜欢音乐的人都会有一个音乐梦 梦不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他很美 因为有了梦 内心充满了悉悸 周深能够克服自己的自卑心理 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其实也是梦想的鼓励 让他能够为了梦想而前行 而周深时至今日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梦想 这也是他在音乐上面不断取得突破和进步的一部分原因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